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看工业软件这一期 一名ID为最后的星星的网友这样说 不仅是工业上 其实各方面的软件国内都几乎是空白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认为BAT干的是什么 一位网名为V与V的网友非常关心袁老师 他问 袁老师瘦了吗 哪里感觉不太对的 还不是被你们累的是吧 一位ID为初音匠的MeQ匠的网友这样说 你再不出可控核变我就死给你看 这话你最好去对那些研究可控核变 但是永远还差50年的那些人去说 也请观众老爷们期待后续我们会更新相关的内容 一位网名为一串数字的网友这样问 那么这个漏洞堵得住吗 堵不住的话怎么办 哪个漏洞啊 你说的是工业软件吗 这个你应该这么想啊 我们已经跟无数漏洞共存了几十年了 也许是几百年了 是吧 这个哪家还没个漏洞呢 是吧 只不过是说是我们现在发展阶段使得我们必须要政治这个问题了 以前呢 这所谓市多了不咬人嘛 以前是满身都说问题 你都根本顾不上看 现在你觉得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了 实际上比方我们层次提高了嘛 所以啊 我见到最最积极的评论啊 对关于是工业人的这一期 最最积极的评论呢 是这样一句话 说 哎 可见我们国家真的强大了 我们居然开始都在讲缺点而不是讲优点了 我想这种心态是比较不错的 有问题 正是问题 解决问题就是了 因为艾迪为语言迪欧的观众问出了很多观众的疑惑 请问这期最后的BGM是什么 名字叫做飘落 这是一个电视剧 就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边一首非常著名的主题曲 我们的导演啊 一开始选的BGM是莫斯科 郊外的晚上 这是关于苏联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曲子 不是著名归著名啊 但是它并不是属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啊 你要找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呢 里边最主题曲的就是这首飘落 一位ID为洛凯的观众说 听老师说 美国的科研经费申报条件相对宽松 而且不强制要求科研目标在规定时间内节题 所以一直很好奇 美国是怎样做到 既创造自由的科研环境 又能避免骗经费的事情发生 我们能否学习和见见呢 我并没有觉得美国的科研经费的管理的这么宽松 像你说的这样都不要说节题什么的 但是呢 无论如何 我想骗经费的事情没法避免 但是人家不在乎 人家舍得出这个钱啊 因为你想 当一件事情给你带来的收益是一百 而可能造成损失是一的时候 你会去看中那个一百呢 还是一呢 你不是以为有钱大了啊 对 有钱真的大了 还有一位科大校友说到 发展确实很难 同为科大毕业 现在科研要做前沿工作才容易储存过 工业耳间想做出体系 至少要以五年计 没人能承担这个开发风险 除非国家或者大财团直接给你包票 其实真要发展 只要有钱都不是难事 因为就有学员这一方面理论已经是现成了 健全了 而且很多最新的计算方法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但是以阿伯克斯为例 光 manual就有五六千页 并且都是传统的计算方法 工作量太大了 这位校友说的非常的专业 我还想指出一点 有学员方法 中国是独立创始人之一 就是我国的冯康院士 就是冯端院士的哥哥 有学员方法 欧洲的美国的苏联数学家都各自独立的发现 然后中国也是一个独立起源国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这称赞上我们国家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了 再了不起他也是若根的独立起源之一 但是作为当时我们那个落后的状况 能提出来独立起源 原创这么如此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是相当值得大书特殊的 所以这就说明我们在理论上 这个原创性上 我们本来是不输任何人 关键是客观条件这个限制太严重 现在我们只要舍得投入 大力去搞 大力出奇迹 接下来我们来看韩春舆论文撤稿一周年 我们能反思些什么呢 这期评论区 有位网友说 我只有一些奇妙的想法 突发奇想 没有理论能力 写不出论文 我觉得我可以给科学家提供一些想法 让科学家去做理论 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在历史上是有很多重要的科学成果 是业余科学家跟专业科学家交流做成的 比如说最最著名的例子 哥德巴赫猜想 哥德巴赫就是个业余的科学家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比他更加著名的业余科学家 就是《费马大力》 那个费马就是说那个业余太宅 我写不下那个费马 实际上他的专业是律师嘛 但是呢 在现在的社会啊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困难了 因为科学已经发展这么多年啊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事情 别人早就想到 所以现在你很难指望 通过自己突发奇想 就得到一个别人没有想过的东西 如果呢 你觉得你想到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第一反应该问 别人为啥没想到啊 所以一个比较现实的建议啊 就是你应该自己去学这个科学知识 或者最好呢 自己去读研究生啊 读个PSD案之类的 进入这个学术体系 还有一位网友这样评论 哦 这是我看到的最好最全院报道 感谢袁老师和小新的精心整理 至于对事件的梳理和总结 按我的人生经历已经说不出什么话了 作为同事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 我脑补出了一出 学生造 导师信 学生贵 导师罪 肆无辜 旁人推 谁人无措 无人呗 醒醒 看什么新闻 起床读文献啦 那这位同学呢 脑补能力还真是强了 这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来背这部锅 但是呢 你看河北科技大学那个调查报 不是出来吗 说没有发现助官造假 那到底是谁造假呢 那我们只好等着瞧了 还有一位同学 观察力非常敏锐 对 最近袁老师在直呼上疯狂点在数学方面的回答 看来下节课要逃课了 哎 这位同学 你观察真是太细致了 我前一段呢 确实为了准备这个来年脑问题啊 在调研了很多关于陶质学院的资料 我现在还可以向大家剧透一下 我也在调研陈济润的资料啊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在真正的药神电影中没有没有在电影中露面这一期 有个观众问出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请问书架上的女帝师是谁的 嗯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终于有人问这个问题了 那回答是 答是我太太写了 否则你会认为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啊 这是我太太在长江文艺出馆社去年出馆的 而且呢 那个书的序言就是我写的 在这个书的写作过程当中啊 提供了最多帮助的人 那当然就是我了 所以请大家认准啊 长江文艺出馆社 有一些跟她投命的书是其他出馆社出的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啊 不是那些啊 不过呢 很遗憾啊 这个书的实体书已经卖断货了 所以大家现在只能买到电子书 至于为什么长江文艺出馆社 就不再去加印了 那你就得去问他啊 也就希望大家一块来给他设定一下压力啊 让他知道这部书是很畅销的 应该加印了啊 在理解超算排名这个事 居然超出了很多人的智商 这一题当中 一位ID名为泥头螳螂拳的观众这样说 每次看科技员人都能享受智商 被袁老师碾压的快感 舒服啊 哎呦真是太舒服了啊 是吧 这有句俗话说呢 宁可跟聪明人打一架 也不要跟蠢人说句话 那跟老师跟聪明人过招呢 虽然打不过啊 但是呢 你的水平还是会提高的很快 那很快呢 你也会成为一个高手的嘛 就应该有这种心态啊 接下来来看科学无聊严肃没人看这一期 一位同学这样问道 袁老师 有个问题一直想请教你 我和我的小伙伴聊天总是喜欢南天南地北的 很多时候在一些概念的定义上 就因为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想听听科学的角度 对于科学 玄学 哲学的理解和看法 第一我们可以把那个玄学拍摄出去 因为这完全不知道是什么鬼 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然后呢 哲学跟科学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因为啊 历史上呢 有大量的问题 是搞不清楚该去哪去寻找答案的 那这些问题呢 就被大家归制为哲学 然后随着实验推移 随着大家科学能力的进步 无论是理论的进步还是实验的进步 就越来越多的问题呢 变得可以去寻找答案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啊 就是宇宙学 就是宇宙是有限大还是无限大 是有一个开始还是没有开始 像这种问题呢 以前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做研究的 只能是大家做一些哲学性的辩论 它就是个哲学 而后来呢 随着广义相当论的出现 然后像哈姆望远镜这样的天文观测出现 它现在变成一个明确的科学问题了 它可以通过做实验来研究了 所以宇宙学啊 现在变成一个单独的科学的学科 它不再是哲学的一部分了 不过呢 哲学永远不会消失 因为啊 有一些问题是永远不会回到科学当中了 这些问题呢 就是关于规范的问题 也就是说 关于伦理报道的问题 也就是说那边关键词是 是否应该 或者说是善还生恶 科学呢 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啊 所以呢 哲学始终是可以存在的 那至于玄学呢 我就要再次重复一下 天朝之后会 阿玄 哭晕在厕所 阿玄 你怎么还没出来 你在干嘛 别当天这一次厕所玄学 十点肯定突破 我现在改进科学了 哎呀 真是太感人了啊 一位ID因为玻璃星警告的观众这样说 袁老师常称自己和一些搞研究的人 为科学工作者 而不是科学家 这是一个细节 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啊 在英文里边呢 这样子其实就一回事嘛 就是Scientist Scientist呢 他本意就是说 在做科学研究的人 仅此而易嘛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 当然也都可以把自己称为科学家 只不过呢 中国人一般都比较谦虚嘛 而且大家从传统上总还是认为 某某家还是一个 表示你已经做到相当高的程度 已经成名成家了 你才好意思说自己家 所以一般啊 大家都不愿意称自己为某某家 就是别人呢 大家会互相给别人在高傲的时候 意思是什么不假的 但是实际上呢 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 确实就是一回事 一位ID为宇恒Tim的观众说 科学怎么可能是无趣的 科学就像埋在海边沙滩里的美丽贝壳 我们只是缺乏一个像袁老师这样 教我们怎么找到贝壳的人 非常感谢这个赞誉啊 这话来源是牛顿说的 牛顿的理工一言 说这个真理呢 就像一个海洋 因为我就是在这个海洋旁边玩耍 然后不时的在沙滩当中找到一片美丽的贝壳 但是那个真理的海洋 我还没有发现 你看牛顿都这么浅虚啊 那我呢 我呢 就是我只能是帮助大家 去懂那些贝壳的见商 让你感到哪些贝壳是美丽的